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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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虽然我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但是也曾经对未来充满了这个 怎么讲 幻想跟理想 那我觉得三二九这一天呢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 永至难忘的日子 因为这个在一百多年前的这一天 很多的青年烈士们 他们真的是抛头颅耍热血 慷慨负义 那充容就死 也才能够缔造了中华民国 而这群烈士 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你知道多好吗 才只有二十岁左右 青春呢原本是写在脸上 后来呢则怎么样 记载在历史当中 我们看到历史逐渐的老去 可是他们却怎么样 永远年轻 你到中列池到哪里 他们永远是保持的年轻的 是不是 他们就是我们到了中列池 就去祭拜他们的时候 觉得他们就是向开卷者 倾诉自己的壮怀激烈 而这批中华民族的青年们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的道德勇气 可以说塑造了一个千秋万世的典范 可是老实讲 现在还有人想到他们吗 这个黄花钢纪念碑上的名字 有几个人是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还会记得 到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还会记得几个 这个烈士的名字呢 像大直的这个中列池 年年这个日子呢 可以说是寂寞依旧啊 他是以那种怎么讲 沉默无言来昭告世人 这个烈士的时代呢 已经一去不回了 那我们看到中列池很热闹 门前驻足的都是什么 都是大陆的游客 都是观光客 他们只是为了怎么样 到此一游 拍个照 留个念 谁还在乎 这个中列池里面的那些 孤独的灵魂 是不是 有时候想想很凄凉 真的 我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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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